当我们在画画上色的时候 用的工具不论是电脑或者是传统媒材 例如说水彩啊油画啊粉彩等等 都需要先观察后上色 先观察画面中物体的固有色 也就是物体本身的颜色 以及它的环境色 因为环境会影响物体的颜色 例如说主体香蕉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反光板 底部有一个光滑的白色桌面 甚至可能有两三种不同颜色的光线 同时照射在物体上 还有它的材质也会影响它的受光表现 接下来当我们要上色时 要注意调色的步骤 先找色相再找彩度和明度 明白这样的规则会节省很多时间和颜料的成本 而且我们用水彩画画 还要了解颜料的特性 怎么调色才不会混浊 要学习这么多知识会有一点复杂 比较能一举数得的方式是用水彩画一个色相环 藉由知道色环上的颜色和位置关系 学习画画所需要知道的基本色彩学知识 有助于我们调色和配色 还可以边画边熟悉水彩颜料的特性 这一系列的影片大概会有三集 这是第一支影片 理论和专有名词会比较多 也会提到一些电脑绘图和水彩调色不同之处 如果有兴趣使用电脑或平板画图的话 在选色时也会有一些帮助 第二支影片会用水彩画色相环 会提到水彩怎么混色会更鲜艳 这包括色彩倾向还有冷暖的问题 有了这一些知识也比较好决定 要购买哪一些水彩颜料 第三支影片则是运用第一第二支影片的知识 画一只色彩丰富的胡锦雀 后续应该会再录一些影片 是关于如何调出褐色这一类的颜色 纽顿发现看似白色的光 可以被三连镜分解为 红、橙、黄、绿、蓝、电子 而光照在物体上 在反弹与物体固有色相同的色光 进入人眼中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看见颜色的原理 色相环的功能就是把人眼看见的颜色系统化 有助于我们一目了然颜色之间的关系 这对于调色和配色都很重要 除了色相环之外 专家们还制作出了色立体 把色彩三大属性 也就是开头说到的色相、明度、彩度 整理在一起 色相是红、橙、黄、绿、蓝、紫 可以想它是颜色的长相 明度则是颜色的亮与暗 色相本身就有明暗的差别 例如黄色比红色亮 红色比蓝紫色亮 另外一种状况是颜色受到光的影响 在光源之下 物体就有亮面与暗面的差别 彩度则是颜色是否鲜艳 我们一开始有说过调色的顺序 先是找色相 再找饱和度和明度 我们看另外一种色立体 来说明明度和彩度 以绿色为例 这一格绿色是纯色 彩度最高 也没有加白或加黑 加黑的话 明度降低 彩度不一定会减低 在电脑软体的色环中 颜色加黑 彩度不会降低 我们可以看画面中 饱和度的数值都是在100 可是当我们用水彩调和的时候 一个颜色加黑 还是会降低它的彩度 因为水彩本身有透明度 而且涂在白纸上 一定会降低彩度 另外如果我们用的黑色 是有色彩倾向的颜料 那也会影响我们与其他颜色 调和时的彩度 那我们继续看 加白 明度提高 彩度降低 加灰 彩度都会有影响 而明度要看加深灰 还是浅灰 简而言之 只要加白 就会影响彩度 接下来我们介绍 这一系列会画的色环 牛顿把光谱的基本色 画为环形 之后 有不同领域的学者 研发符合光学和颜料的色环 网路上可以搜索到 很多不同的色相环 而我们要介绍的色相环 是美国画家 詹姆斯·格尼尔的色相环 它的优点是 简洁、清晰、国际通用 符合光学和色料的原理 便于画家以及灯光设计师使用 虽然它与大部分的色环长相差不多 但它组成的思路是由 色料三原色、色光三原色 以及以上六色混合出来的第三次色 总共12个颜色所组成 有些色环的颜色会更多 例如绘图软体Photoshop的色环 像光谱一样做成漸层 但色相的位置关系 与詹姆斯的色环是相同的 接下来会讲解一连串的 专有名词和色彩学的原理 例如色光和色料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颜色这么多 却只挑出几种颜色当作原色 第三次色又是什么 色光其实就是光线有不同的颜色 例如电脑、手机、电视萤幕的光 投影机的光、手电筒的光 而这么多颜色只选红、蓝、绿为原色 是因为它们本身不能再被分解为其他颜色 但可以彼此调和出不同颜色的光 红加绿等于黄 绿加蓝等于青 蓝加红等于阳红 红、蓝、绿等亮相加会变回白光 越混色会越亮 这个混色结果就叫加法混色 以上是光与光之间调和相混的现象 色调三原色是青、阳红、黄 这三种颜色无法被其他颜色调出来 理论上却可以调出其他所有的色相 包括近似色光三原色的颜色 色料混色是减发混色 因为明度会越相混越低 也就是减少了反射进入人眼的色光 如黄加阳红等于红 黄加青等于绿 青加阳红等于偏蓝的紫 三色混合是灰黑色 我们在画画不论是电脑绘图或是水彩 用的都是色料的原理 因为它们不是光 调色的时候不会越加越亮 可是在电脑绘图里 两种呈现方式都有 因为电脑萤幕能显示的色域比较宽 它可以显示出色光的亮度和饱和度 也可以模拟颜料的颜色 我们用电脑软体开一个新档案的时候 都要注意是用色光还是用色料的模式 如果我们的图只在荧幕上观看 我们的模式可以选色光 让用色广一些 一旦要印出来就要用色料的模式 才不会在印刷成品的时候 有太严重的色偏 大家想要试试看色光和色料运算的差异 可以用这个程式 介绍第三次色之前 要先知道第一第二次色 第一次色是没有混合过的颜色 在色相环上 色料三原色就是第一次色 第二次色是混合两种颜色 在色相环上 红绿蓝色光三原色 就是被色料三原色 凉凉混合出来的 所以是第二次色 第三次色就是混合三种颜色 在色相环上 第一第二次色相混就是第三次色 第三次色在色相环上的功能就是 衔接第一和第二次色 让这六个颜色不要太突兀 并且丰富色相环 有正确的位置关系 在色轮上 颜色的位置关系 对于配色调色很重要 举例来说 选一个颜色 它的60度范围是同类色 90度范围是临近色 120度是对比色 180度是互补色 其中互补色很特别 当你久看一个颜色 大约15到30秒 在看空白的地方 会看到它的补色残像 因为眼睛需要舒缓 对同一个颜色的刺激 应用在绘画上 加入补色 可以让画面丰富 活泼 调色上 补色相加会成为 有色彩倾向的灰色 例如比较蓝的灰 比较红棕的灰等等 之后会有水彩示范 其实色环上的位置关系 不同的资料 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我觉得单纯记住 一个画面中 主色调为60度的范围 大约占面积的八成 再加上180度的补色 大约占面积的两成 掌握这个配色原则 大概就够用了 颜色的冷暖 是属于人心理上面的认知 例如看到黄色 会联想到太阳 红色会联想到火焰 认为红黄橘这样是暖色 带给人温暖的感受 而蓝色会联想到大海或是冰雪 让人联想到清爽或是寒冷的感觉 比较难分的是绿色和紫色 这有两种分法 第一种是绿紫都是中性色 第二种说法是要看绿色和紫色的色彩倾向 有的绿色是蓝绿色那就属于冷色 有的绿色是黄绿色属于暖色 紫色也是一样 紫色偏蓝是冷色 紫色偏红是暖色 就可以观察出 如果一个颜色越偏蓝那就是冷色 越偏红或黄那就是暖色 还有冷暖色是相对的 如果在一个冷色旁边放上一个更冷更灰暗的颜色 原本的冷色便会觉得比较暖一些 知道冷暖色之后对我们的画画有什么帮助呢 简单来说可以帮助我们精准选出需要的颜色 例如一开始说到红色联想到火 火可能联想到热情生命力甚至是危险 这是色彩心理学 人的生活经验造成对颜色的既定印象 因此心理产生某种感受 我们认识冷暖色之后 可以快速的挑选出适合主题的颜色 冷暖色也是一种对比 所以运用冷暖的知识会让画面变得更活泼 画面中物体之间的关系也会用到冷暖对比 例如说暖色的物体会让人家觉得体积比较大 比较膨胀 冷色则是比较缩紧比较小 我们看到暖色会觉得离我们比较近 看到冷色会觉得距离比较远比较靠后 简单来说这是和光的波长和对于我们眼睛水晶体的互相作用有关系 那另外彩度和明度低的物体也会让人家觉得比较靠后方 所以我们表达物体空间感的时候 越往后会加越多冷色系 并且加补色让颜色的彩度降低 在生活中还有一个现象 类似于以上说到的暖静冷远 这就是大气透视 空气中有一些小小的颗粒 当光照亮这些小颗粒 它们会使我们看不清楚远处的物体 看起来彩度降低暗部偏灰蓝 这里影子偏蓝我也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因为蓝光很容易碰到空气中的粒子 而产生散射的现象 也因此天空是蓝的 而天空的蓝色也会反弹到阴影中 还有当日光明显为黄色橘色的时候 眼睛为了舒缓黄光橘光而有补色的作用 在这个状况下没有黄光照射到的阴影 因为补色的关系会呈现蓝紫色 这也符合艺术美感的表现 补色相互作用就会使画面更丰富 也会让人更能辨识出立体感和空间感 这一系列的第一集就说到这里 可能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会有一些复杂 而且资讯量很多 但知道这一些基础理论 在画进物的时候才有一个观察方法 还有调色规则去依循 不会慌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支影片对你有些帮助 打开一些不同的思路或观察方式的话 也请大家点个赞 您小小的动作会让我开心很多天 而且成为我创作的动力 那么下一次我们按照计划 会带着大家一起画色相环 也会提到一些颜料的特性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